一千零一夜 第二百三十七夜 夜幕降临沙赫扎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 伊斯梅尔说 哈利发对我的印象极好 感谢真主 我能交此家运 可是我想听到哈利发的坦率问话 也好让我便于回答 拉希德进了城 见队伍早已回到城中 拉希德对伊斯梅尔说 进城了 我们马上回永宫去单独交谈交谈吧 伊斯梅尔暗暗问谈话的结果而担忧 但他表面上颇为镇静 一声不吭 二人进宫门后离安下马 然后向一个专用房间走去 二人进屋后坐下 伊斯梅尔仍然低头不语 等待拉希德开口 拉希德说 您就别为那些人辩护了 有话直说吧 这些异族人欺压我们 控制我们的国家 吞食我们的国家资产 莫非您没有看到 看到了 可是他们是根据哈利发的旨意形式的 假如他们知道哈利发不让他们那样干 他们定会从命罢手的 难道说我让他们占有这一切 连我也不给留一点了吗 伊斯梅尔没有立即回答 不知道该为巴尔巴克家族 平功摆好 还是顺着拉希德的话说 时隔片刻 老人终于拿定了主意 说道 既然哈利发对我这样信任 我不该把什么话埋到心中不讲 巴尔巴克家族都是主公的奴仆与背护名 这是毫无疑问的 他们从祖父一辈 哈利德开始就侍奉您的祖父 曼苏尔 为国尽力效忠飞少 这是您最清楚不过的 尊贵的曼苏尔国王深知 哈利德恩中如山 因此而十分器重他 同样您也十分器重他的儿子叶海亚 及其孙子贾范儿 您对他们在效忠国家处理国务上的功劳了如之长 同时也晓得他们在提高这个国家的文化知识素养上 所做出的贡献 正是他们把哲学家和医学家从印度波斯请到了巴格达 他们还建起了医院 引进了造纸技术 繁荣了巴格达的文化 他们的这些作为都得到了哈利发的嘉许 怕是我说的太多了吧 伊斯梅尔一边说 一边注视着拉希德的表情 仿佛从他的脸上看出 他对这些赞美之词有反感 似乎更加坚定了他 除掉他们的决心 老人急忙改变语气说 当然从利益方面说 我不否认他们吞占了大批财富 人嘛 生性贪婪 欲贺难填 不过 我从权威人士那里得知 他们每年的股物收入无论多高 他们还是会将大部分财产分给穷苦人 拉希德牵强一笑摇了摇头 他们那样干目的不在于办好事 而在于收买党羽 他们不久就要对我们动兵了 说吧 深深的叹了口气 伊斯梅尔说 那那那样是不会的 拉希德打断他的话 怎么不会 贝宁称为我的兄弟的这位宰相 偏袒阿里派而反对我们 伊斯梅尔大失一惊 嗯 他偏袋他们 正是他已经放走了 叶海亚伊本阿布杜拉 叶海亚伊本阿布杜拉 未经过许可就把他放走了 这是毫无疑问的 他本人也共认不悔 伊斯梅尔再也找不到辩护的理由 他知道 拉希德对于阿里什叶派怀恨在心 相信他不会回心转意的 于是说 多大的损失啊 您认为他存心不良 是故意那样干的 不管他用意何在 他的这种行为是无法容忍的 那怎么办呢 办法吗 只有杀掉他 哈里发如此坦率 伊斯梅尔倍感敬重之 老人说 哈里发大权在握 杀到一个奴仆 一如反掌可视 此事会造成什么后果 哈里发比我清楚 您刚才已经向我说过 巴尔巴克家族用钱财收买党羽 二人都低下头去 开始沉思了 片刻过后 拉希德台也问道 您有什么办法呢 为了把他与他的党羽分开 给他在巴格达以外的某个地方 安排个差事不好吗 拉希德听到这个意见 神采飞扬 立即说 这正是我想的 我将任命他为呼罗山总督 等他远离巴格达之后 我们再谋动他之事 伊斯梅尔听哈里发 接受了自己的意见 心中快活 无比盲道 这个意见好极了 这个意见是正确的 之后 我们再相机 请示吧 拉希德又朝伊斯梅尔身旁 弥动了一下 然后打亮着他的面孔 说 伊斯梅尔您知道 我之所以把心地里的秘密透露给你 是因为我完全信任您 您千万要保密啊 除了您 谁也不晓得这件事 假如有人得知此事 那就是你传出去的 明白吗 这种威胁口气 令伊斯梅尔大惊 轻而听到这种口气 伊斯梅尔方才领略到 君王们的谋臣们 一旦不迎合 献备君王 他们的生命便危在旦夕 伊斯梅尔说 哈里发 我凭真主启示 绝不泄露您的秘密 拉希德在座位上移动了一下 伊斯梅尔知道他要离去 便站起来 告辞 伊斯梅尔知道 拉希德绝技 处死宰相 深深为国君担忧 回到家中 绝尽耐心等待 看拉希德是否 照自己的言谈行事 第二天早上 伊斯梅尔得知拉希德派人 叫了贾芳尔宰相 贾芳尔来到永宫 拉希德笑脸相迎 十分客气 谈了一个时辰 送给他大批礼物 其中包括一名贴身奴仆 其相貌秉姓居 功奴之冠 不仅机智聪盈 而且能写会算 贾芳尔感到非常高兴 拉希德如此善于 掩饰内心的愤怒 憎恶情感 令伊斯梅尔感到奇怪 这是他认为 拉希德已经改变了想法 假若不是贾芳尔 放掉那个阿里派分子 拉希德是不会恨他的 只不过是怕 什叶派威胁自己的王权而已 两天过去之后 伊斯梅尔得知 罢免了贾芳尔的宰相职务 委任其为呼罗山总督 而他则认为 这是哈里伐真诚善待贾芳尔 伊斯梅尔真希望通过这种犯法 让仇恨云霄雾散 令水回渠中 尤其是霍西贾芳尔对此委任 表示满意 而且急于催促人马赶至巴格达城外的 纳赫乳院的消息之后 贾芳尔的手下 确实很快赶到了纳赫乳院 在那里头搭起了帐篷准备远行呼罗山 因为目的地很远 需要带行李和粮草若干 不能不很好准备一番 伊斯梅尔得知 贾芳尔行期已经决定前去做告别访问 以便设法清除他对哈里发的什么看法 其实那并不能消除他对哈里发的不良想法 反倒认为自己去呼罗山 政变于自己摆脱困境 他决心找阿巴萨商议一起逃走的事宜 就在人们庆祝罢免贾芳尔宰相职务那一天 贾芳尔回到位于舍马西亚的公馆 那是位于那个地区的巴尔巴克家族 宫殿群中的一座公馆 巴尔巴克家族有宫殿数座 其中最著名的有坐落在 舍马西亚门附近的叶海亚伊本哈里德宫 另有一座宫殿位于巴尔达门 那些年 贾芳尔常住在舍马西亚门附近的宫里 该宫殿之豪华 绝不亚于哈里发的王宫 诗人曾这样形容 无论波斯还是印度 不曾见过此种宫坊 珍珠 保持当作基石 龙岩香铺地 粉墙 这仅仅是巴尔巴克家族部分宫殿的点滴写照 难以详说 细数 贾芳尔回到自己的宫中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被任命为呼罗山总督 虽然哈里发不止一次答应过他 他认为哈里发并不恨自己 而哈里发认明他为呼罗山总督 原因在于怕他久留巴格达 会对国家带来些什么不利 因此贾芳尔认为自己强大无比 而哈里发是弱弱的 因而忘却了对哈里发的畏惧 贾芳尔随即命令管家立即上路 吩咐女仆 仆役管理官及文书明日启程 贾芳尔见哈里发送他的那个男仆文之彬彬 而且眉清目秀 心中甚是喜欢 那男仆跟着贾芳尔走进一个铺着天蓝色地毯的大厅 因为贾芳尔知道古人崇尚天蓝色 所以铺这种颜色的地毯 时隔不久 社会官走来并报道 伊斯梅尔伊本伊海亚在门外等候 贾芳尔齐力迎客进门 然后让伊斯梅尔坐下来 贾芳尔极为敬重 信任伊斯梅尔 因为他相信老人心善意诚 但是谈话当中 贾芳尔发现老人有什么要紧的话要说 所以让在座的其他人退出了大厅 厅内只剩下他俩 这时贾芳尔贴近伊斯梅尔 只听老人对他说 主公 你已经绝迹到一个资源丰富 面积广大地位重要的地方去 若能将您的部分庄园给哈利发的儿子 定可赢得哈利发的欢心 贾芳尔一听当即猜想 他是哈利发盼来说情的 于是更加看不见哈利发 同时也更加自信起来 他想到哈利发的所为 使自己痛遭磨难的往事 恨偷了这位哈利发 自认为趁阿巴萨的事情还未暴露之机 前往胡罗山 就等于摆脱了哈利发的控制 贾芳尔对伊斯梅尔的印象尚好 贾芳尔常在伊斯梅尔面前 谈起自己对国家的贡献 伊斯梅尔每每表示同意他的意见 因为老人有同样的看法 因此贾芳尔听老人那样一说 敢于直率的谈自己的想法 贾芳尔说 伊斯梅尔 凭真主启示没有我 你的堂植连发面饼都吃不上 没有我们的努力 这个国家也建不起来 有我在 他可以一世不问 就连他个人 孩子 世卫和沉迷的事在内 由于我的努力 使他的钱粮库里 钱富 粮竹 如今我仍在安排着重大事情 以便让他亲眼看看 我为我们的子孙后代 积累下了多少财富 为他们选择了什么道路 可是哈什姆人的嫉妒心征服了他 使他的贪婪之心膨胀了起来 凭真主启示 假若他开口问起我的事来 我敢言 他必将面临灭顶之瞻 伊斯梅尔顿感气氛紧张 后悔自己此时此刻来访 担心此事传到哈里法尔中 会唠叨个泄密罪名 于是改变话题 终于找到机会告辞而去 讲到这里 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 沙克扎德 戛然只生 以上 我是大妈 祝大家生生不息 繁荣昌盛